中文字幕——YK 合肥位于中国中部江淮之间 因肥水而得名 总面积1.14万平方公里 现有人口786.9万人 合肥不错 委婉之中 安徽省省会合肥 湖光山色 人洁地灵 闻名千年 大湖无言 先闲已远 而合肥人血液中 开放创新的精神 浮卖千里 早已注定 这是一片孕育希望 创造奇迹的过途 八百里潮湖奔来眼底 现代化冰湖大城市应孕而生 环潮湖国家旅游休闲区 雏形已定 我们听到了环湖时代 以往无前的基月古典 城市沿着宽阔的道路向前生长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米子高铁 自动八横高速公路网 是合肥通江达海 辐射八方 2017年一时 合肥迎来了新的科技春天 成为继上海后 中国科研皇冠上的 又一颗明珠 合肥由并跑变灵跑 朝着区域性特大城市迈进 代表国家迎战新一轮的 科技革命 作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的合肥 高等院校云集 研发机构自成矩阵 聚集两院院士 多达86人 借力大平台 开拓新兴市场 合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一项向科技成果横空出世 一款款合肥制造荣耀登场 以无中生有 小题大做的破例 形成一个个新兴产业链 用合肥模式 破解了科技成果转化 这一世界性难题 石下的合肥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家电之都 是国内家电品牌最为集中的地区 生物医药 平板显示 智能语音 装备制造业 落地生根 新能源汽车应用 太阳能光伏开花结果 2017年6月 合肥正式获批为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 标志着合肥 机身制造业国家队 蓄力纳能 打开智慧之门 小能革命 提升合肥速度 大道阔府的改革 催生投资挖地 独辟西境 走出属于自己的合肥路径 1331城市空间发展战略 助力合肥 争先进位 十年沧桑俱变 合肥经济总量 赶超八个省会城市 增速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二 全球工业4.0智能化时代下 新一轮世界格局之争 风起云涌 我也很高兴 能加入到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来 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 肩负着十代使命 合肥的科技创新 如昆塘之地 一飞冲天 科技沃土的合肥 油土皆绿 适水皆清 四季花香 处处鸟蒙 像世人描绘大美合肥的绿色画卷 合肥这个地方是养人的 培养出了这么多优秀人才 是一片创新的天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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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